在球隊 應該也是 怎麼又是丟到林安可的頭啊 上個賽季在球季尾聲 林安可的頭就經常被砸到 不要鬧耶 現在才二月而已 打到 是肩膀 是肩膀 這看起來應該是還好啦 對 因為這可能會有一些瘀青的問題 目前看到林安可好像要退場了 對 第一個不是直接直擊頭部 但是頭部這個耳朵的部分應該也是 撞擊力不小 嗯 但是這個肩膀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瘀青的問題 所以林安可先下去啊 等一下你不要自己的脖子 你剛剛那感覺 那個 那我不翻啊 對 就再低一點點 不要把自己的脖子掉進去 對對對 OK 然後我這樣錄進去的時候 都說謝謝十元檔 好 來囉 一二三 謝謝十元檔 謝謝島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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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一張放一張 別動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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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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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你的這麼廣 好囉 小飯 說明星你講一下這次的十元檔的心得 這樣 這次是我第一次來日本 然後也是第一次來十元檔 那很開心 因為呢 就是第一場交流賽 我人生中第一場 我覺得 很多事情就是很新鮮 然後就是也學到了很多 然後覺得日本人都 好有禮貌 然後好客氣 然後女孩都很棒 嗯 就是我們初老團覺得 就是很能增進 就是我們之間的感情 因為每天都黏在一起 所以就會更了解大家 那女孩就繼續加油 OK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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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沒想到這麼快 剛好我就是疫情隔完 馬上 再開可以出口的時候 就可以踏上這個鮮 然後 一開始 坐著巴士 一進到這個球場入口的時候 就突然又 一點記憶湧現出來 就是 每天就是 早上起來 都是坐巴士起來 到球場 那種心情 跟那種 一進來的那種緊繃 的感覺 就有一點點回來 所以我覺得 這還蠻特別的 啊 這是我 以前在多德六年來的 樂活力 我覺得 所以 在加上遇到他們 打者 他們打者 就是 就是對我 就很有一些 動物 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當衛生 雖然這只是一場練習賽 但對我 真的還蠻深刻的 好 久不見的陳鴻文 大哥回來了 記得前面的 酒場出賽 全部都是先發 來看一下 哇 又是一個偏低的變化球 喔 這個打席 面對到這種偏低的球路 完全沒有抵抗力 對 而且很多都是很早就落地了 嗯 這是陳鴻文生涯的第599K 只差球 對 打高了 在中間方向 誰誰誰誰 看起來是由李宗賢來接 要來追其實已經是蠻困難的 拉回來在右半邊 二壘手 接球之後傳向一壘 這個半球又是 宗賢的一個手臂練習喔 這樣 魏全龍在九局上的攻勢呢 留下了一二壘的殘壘 五公分 雙方有六分的差距來到九局下半 這樣的這個制度 這球沒有打好 可是撿起來再傳 來不來得及 來得及 他有些投手下球之後 其實習慣用手 哇 這個是 要打不打 JSWING的一個方式啦 結果反而把球碰在場內 導播幫我們帶到昨天的英雄任務 這個時候呢 三壘手能來處理啊 東梓仁也沒有問題 出棒 達到了一個外野的飛球 但是這個高度太高了 到警戒區呢 遭到了接殺 也 嚇滑 這棒找到二壘的管區 這次掌握住了 真的 這個 就來了 哇 這個球的下墜 今天的陳隆文投球真的非常乾脆 一塊墜上了 喔 這個球又找到中間方向 可是一樣啊 都是把球給打高 喔 這個球方向 哇 這個是赤字的美技嗎 哇 他接觸了 這部分完全沒有 活力的一個 支援 這棒打一個反方向的飛球 張明勳出局 出棒 喔 有沒有機會 還是被王盛維用空中抓飛鳥的方式 出棒 打的是強 哇 王盛維籃下來之後呢 起身傳音 連續兩個play都是由 游擊的管區來處理啊 哇 但還是一個 不要拿球啊 引誘到了 藍贏了 揮棒落空 下一局 巨頭可能性都比較好 但最後還是掉到喔 連這兩棒都有類似的情況 纏鬥的結果最後還是被 張明勳給投出三陣 出棒 向後退 接球之後要拋給不位的投手 還是來得及採壘包啊 形成了第三個出局數啊